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11年1月27日 距离春节还有几天的时间 家家户户准备迎接新年时 家住湖北武汉的王先生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自己的老伴廖爱珍 从26号一早出门 到现在一直杳无音讯 老伴廖爱珍一大早 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 就急匆匆地出了门 这一两天 老伴正在准备年货 所以王先生并没有在意 然而原本说去去就回的老伴 却一直到了中午都没有回家 王先生有些着急 我就跟我的婆婆两个人打电话 从十一天半钟打起 打到十二天半钟吧 大概一共打到二十次电话 每次都回答的 语言提示 无人接听 一天钟以后 我再打他的电话 跟两个人打电话 那边的回应就是说 无法接通 一直等到下午 老伴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按照惯例 老伴出门 如果中午不回家 都会给王先生打电话说明 今天的情况过于反常 王先生的心里开始紧张起来 当一天他出事 当四个人出事我也不知道 当时我不晓得 心里很慌 其实我估计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别人把他拼出去 被别人害了 一个是别人把他拼走了 两种可能 搞谈销啊 搞那些事情啊 而是担心 慌了事的王先生 再也坐不住了 赶紧穿衣出门 寻找老伴的下落 廖爱珍平时没有什么爱好 只喜欢炒股和打牌 然而在附近的证券交易所 和廖爱珍常去的棋牌室 都没有看到他的踪迹 或许是出去串亲 忘了告诉自己 待这次侥幸和不安 王先生度过了忐忑的一夜 然而直到第二天 仍然没有老伴的一丝消息 王先生立即赶到辖区派出所 报了几 报案了 王老师来报警的时候 很造计 其实眼泪都快出来了 说是廖太婆 从来没有像这样出去 没回来过 1995年 王先生经人介绍 与小自己将近20岁的廖爱珍 结合到一起 婚后十多年 两人生活十分融洽 感情也越来越亲近 眼看着相濡以沫 十多年的老伴不知去向 王先生真不知道 这个年该怎么过下去 我们结报案以后 第一时间就通过 四局的110系统 将廖太婆的身份信息 和外出的医疗特征的通报 跟全市的公安派出所 协助查找 然而 民警在武汉市当天交通事故 市救助站 各大医院查找 并没有得到 有关廖太婆的任何信息 再加上廖太婆偷到清醒 也排除了自己走失的可能 难道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 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办案民警渐渐感到 这不是一级简单的 自行离家出走案件 根据王老先生提供的线索 廖太婆是早上 接到一个电话出门的 无任何反常反应 民警分析 使用该号码者 因为其熟人 但在调查时发现 廖太婆接的电话 是一个陌生号码 王先生从来没有听说过 而这个号码 在发案当天凌晨才启入 案后就再也没有使用 这个事情就不是一般的人员失踪了 可能里面 有一种不祥的指导 另一方面 廖太珍的家人也在积极寻找他的下落 可问遍了亲戚朋友 仍然没有廖太珍的一点消息 王先生和他的子女们十分焦急 却无计可施 幸好这些天有不少邻居朋友敢来问候帮忙 才让王先生强大精神 继续寻找老伴的下落 而平时与廖太珍关系最好的罗慧 邵明和刘和云 则是来他家最频繁的几个人 一个是刘和云 他的所谓的妹妹 三一个是小平 三一个罗慧 这是结拜的干姐妹 2010年3月 廖爱珍曾经在自己家开了一个棋牌室 而这三个女人都很爱打麻将 自然是他家的常客 再加上刘和云与廖爱珍有一些亲戚关系 一来二往 几个女人便熟络了起来 相投的脾气性格 相似的生活经历 更让这四个人相处得像姐妹一般 这个时候就是我跟他两个就产生一个共性 就不是的 因为我也是以后都带到哪来 这么多人也是在外面风雨啊 风风雨雨的飘啊飘的 走到哪里 所以就这个时候就产生共性 而且他年纪也蛮大 儿子也不太跟亲 他长期在那个廖姐家 打牌啊吃啊喝啊 麻将打完了以后怎么办呢 晚上还有 他立马的可以跟他炒炒菜啊 做些家伙事啊 挺不错的吧 就跟他走得挺勤的 隔三差五就在廖姐家里去吃饭啊 打牌 没饭吃就在廖姐家里吃个饭 好姐姐离起失踪 结拜的几个妹妹和王先生一样着急 一边不断地安慰王先生 一边帮着自处打听廖太婆的下落 并且几次主动找到太婆婆反应情况 协助调查 然而一天天过拳 廖太婆始终没有一丝消息 2010年代农历新年很快过去 但廖太婆一直没有任何消息 也没有与家人联系 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对此高度动视 决定将这起离奇失踪案 上升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根据江岸分局局长刘汉文的指示 刑侦大队和劳动界派出所成立了侦查端班 首先围绕廖爱珍失踪前接触人员 恩怨纠纷 资金异动等环节 开展调查和查找工作 这么长时间 阴性全无 又是发生在一个60多岁的老太婆身上 我们感觉到 是刑事案件的可能性 非常大 走访中警方发现 廖太婆曾多次借钱给他人 与人有经济挂口 但在所有人的印象中 廖爱珍性情直爽 乐于助人 没有与人发生过矛盾 廖爱珍在社区从事服务工作10年 退休后又在社区开的棋牌室里帮忙 大家反映 廖太婆对人热情 廖太婆对人热情 为人正直 不管谁有什么困难 她都愿意慷慨解囊 这样一个热心肠的人 应该不会与人结仇 2010年左右 也就是去年 他们厂里整个就是卖了以后 和他算了 大概有10万块钱 然后廖太婆他本身的 自己的儿子 也在深圳做生意 也经常给他寄钱 所以说廖太婆给我们的印象 就是这个人 基本上人家不缺钱用 而且还算是比较富有的一个人 手上有钱 了解到这一情况 警方立刻对廖太婆的银行账户 进行侦查 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自从廖太婆失踪后 他的银行存款和股票上的投资 从来没有动 家属也没有收到任何 敲诈勒索财物的信息 也就是说廖太婆失踪的当年 1月26号以后 就没有那个资金流动的状况 也就是说他的资金一直没有动 这又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 那个廖太婆 假设他被害了 或者说是什么了 他的这个是图什么呢 廖太婆的失踪 警方真有些捉摸不透 随着事件的推移 家属的情绪急躁起来 几乎每天都到派出所 询问案件的进展情况 甚至将怨气 撒在了民警的头上 民警们一面安慰家属 一面马不停蹄的扩大走访范围 在更为细致的调查当中 一条新的线索领起了大家的注意 通过我们的了解的那个刘慧元和这个廖太婆 他们之间也有一些矛盾吧 他曾经跟廖太婆说了 他说我因为这个医疗上面的疑似事故 需要赔偿这个患者 十万块钱 他曾经开口找这个廖太婆借过十万元 虽然平时廖太婆热心慷慨 但十万块却不是个小数目 看在远亲加上亲如姐妹的份上 廖太婆同意借钱给刘和云 很快在深圳做生意的儿子 将十万块钱汇到了廖太婆的账户上 不过让刘和云没有想到的是 廖太婆却将这些钱买了股票 这样的做法让刘和云很是生气和失望 刘和云说 他说我为了这个 我都要跟美国下跪了 因为他也是指望着这个钱来的 得到这一线索 警方很快对刘和云展开调查 经过确认廖太婆确实没有兑现 答应借给刘和云的十万块钱 后来我们找刘和云了解这个事情 他也说有这个事 但是好歹也是一个亲戚 亲戚关系 他说他没借给钱我 我是有点恨他 但是我也不是以为这去害他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核实 刘和云的确没有作案时间 唯一的一条调查线索又被否定了 但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 民警发现 与廖爱珍有着经济往来的 还不止刘和云一人 通过在这里面排查 里面的人也反映了 一个叫罗慧的 跟廖太婆 接触比较多 和刘和云一样 罗慧也是廖太婆结拜的三姐妹中的一位 他们和廖太婆有着同样的爱好 再加上廖太婆家中又开了麻将事业 几个女人经常聚在廖太婆家 吃喝甚至住都在一起 他们之间也常有经济往来 据周边的朋友反映 罗慧是廖太婆所有姐妹来往中最亲目的一刻 曾经因为罗慧有个孩子在读书 王老师还主动和帮那个罗慧的孩子进行过补课 不习 罗慧和廖太婆夫妇一直相互照应 关系融洽亲密 廖太婆失踪后 罗慧非常着急 几次主动找到民警反映情况 协助调查 第一 他配合我们公安机关 作为一个很主要的关系人 到我们公安机关来接受调查 谁叫谁到 第二个 我们掌握的情况 他还能够主动到受害的家属去 看似 慰问 问候 民警通过对罗慧的几次询问 发现他举止正常 非常配合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他和廖太婆之间有矛盾纠葛 很坦然地跟我们说 他说我和廖太婆之间 就是朋友 我还认他为干姐 认他老伴为干爹 然后他还跟我们说了 他说我和廖太婆这些关系很好的 他还借过我们 他还借给我两万块钱的 罗慧对于廖太婆之间的经济往来 毫无隐瞒 凭着几个女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富有的廖太婆借钱给别人 也是常有的事 廖太婆的家人并不怀疑 这两万块钱与她的失踪 有直接的联系 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罗慧会伤害有着多年姐妹之情的廖矮贞 廖太婆到底去了哪里 真相又究竟是什么 2010年 退休在家的廖矮贞 开启了棋牌室 而之前就经常在一起打牌的 邵明 刘和云和罗慧 自然成为了这里的常客 原本就很亲密的朋友 关系就此更近了一步 四人以姐妹相唱 就到他屋里外 他就每一天 基本上每一天就打电话 就是喊他的毛的能量 他打电话打了我们 就是打了我的话 基本上只要我有空我就可以了 就是武汉人就是我 就是买太大的装 他们很好 很好到什么程度呢 在一边经过多事 一来的在我的床上睡了 他有三个月的 心里很不舒服 花了多少次出去 2010年上半年 罗慧因为做生意 需要资金周转 于是他想起了 平日里十分富有的廖太婆 果然廖太婆也没有让他失望 很痛快地拿出了两万多元 给罗慧 但没过多久 廖太婆就开始推罗慧还钱 一般的就是有牧师说说 说孩子就是过后就散了 因为在以后大家都是平时都在一起 也是这么好的关系 但是他三万五十三万五十里 我就觉得蛮饱 我就觉得太太歇视地地了 结果完全让人受不了 然而此时 罗慧的生意需要周转 母亲重病 儿子上学需要学费 他想暂时延缓还款时间 对于剩下的一万元钱 罗慧答应廖爱珍尽快偿还 还了一万三千块钱了 后来他在山楼拿着肮的时候 就是还了一万块钱 因为我的钱去我只是没有到手 所以我就说还你几天 我说等我把钱拿了 我再把钱拔得给 他该是肮的和事 我包都包不去 把人简直收不了了 就说这种话 如果说是一吃两吃 我也就散了 我也就过个 大家沟通孩子就散了 将来三万五十的高级都回来了 我就觉得有的 我就觉得个人太不可理喻了 再他只要说 倒去跟每个人讲 就是扔的不扔的就扔 倒去跟每个人讲 说我是骗子 骗他的 罗慧早年离婚 家中里里外外的事情 都由他一人打理 再加上多年的经商经历 让罗慧养成了 好强要面子的性格 他就是那么一段时间 比赛比得紧了一点 再可能就是在这个 他们在一起玩的能当中 说他这个欠钱不还 影响他有点名誉 廖太婆曾经到他家里去 当着他孩子的面 也是催他还钱 而且和他发生了争扎 还有一次就是在这个 罗慧走在路上 在山崖路口这一块 在走在路上碰见廖太婆 廖太婆就在路上 和他因为这个 借债未还的 这个一万块钱 也和他就在路边 发生了一个争执 仅仅是因为一万元的借债 并不足以说明 罗慧与廖爱珍的失踪 有必然的联系 而且从罗慧 镇定如常的举止 和主动协助警方 调查的态度来看 罗慧也不像是 会伤害廖太婆的人 同时 廖爱珍的老伴 王先生也证明 罗慧在廖爱珍 失踪的当天 还到他家里来 我们也问了他 26号早上 到廖太婆家去干什么 他说 我和廖太婆约好了 我去还钱给他 这个情况我就问了他了 我说你和廖太婆约好 你来之前和廖太婆 打了电话没有呢 他说我没有 我前两天跟他打过通过电话 我是比好今天早上来了 他两个是姐妹嘛 我对他印象也比较好 没有他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就让他 一看机制也好 你坐得晚也好 你打电话也不管 我就请好 结果我从后面找房间来一看的话 我说你好勤快呀 又给我把辈子结了 因为他曾经给我结个辈子 这辈子不是结得蛮好 忽然就转了一下 谁被你转 谁被你跌了 罗慧告诉王先生 自己和廖太婆约好 在家中挡他 闲聊的时候 罗慧进了卧室 顺手帮着整理了床铺 面对警方的详细问询 王先生想起 老伴失踪后 自己曾经发现 廖太婆随身带的小包中 有些东西不见了 而这个小包 正是放在罗慧整理过的卧室里 我老婆的手机 这个称资股票的单子 别人结款的 结款单都放在一个经常 使用的 挂在身上的小包 小提包 就挂在床头上了 罗慧 我怀疑他 他结果这辈子 把东西拿走了 1月26号 早上7点钟 廖太婆出门 大概9点多钟 罗慧就进了门 在他匆匆离开后 放在床铺边 廖太婆的小包里 罗慧向廖太婆写的欠款单 却不翼而飞 如果真的是罗慧拿走了欠款单 那么他是有意为之 还是临时起意 借鸡而为 民警立即查看 廖太婆的手机清单 却没有发现 当日两人有过联系 案件仿佛有些头绪 侦破方向 却依旧扑朔迷离 就在此时 外围民警的调查 有了眉目 在廖太婆失踪的当天 一位邻居 曾经遇到他 向自己问路 警方立刻对 巡礼门附近的各大酒店 旅馆 及留人场所 进行排查 没有发现 廖爱珍的踪迹 却有了令人意外 和振奋的结果 罗慧在1月25号晚上 就是发案的 头一天晚上 在巡礼门饭店 开过房 那么这个消息 就更加 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更加确定了 这个事情 应该是罗慧干的 民警在酒店 入住登记中发现 罗慧用他的身份证 于案发头天 1月25日晚上 23时许 在巡礼门饭店 又开房记录 1月26日中午 12时许 才退房 而这正是 廖爱珍失踪的事件 罗慧的疑点 倒燃上身 警方立即兵分三路 一路紧密监视罗慧 另一路全面调查 罗慧的所有社会关系 第三路来到罗慧 1月25日开过房间的饭店 调查 寻找证据 很快 酒店的行李员 认出了民警手中的照片 还依稀记得 在1月份过年之前 这个罗慧好像在那里出现过 而且呢 跟 这个酒店门口的一些 其中一个 面滴 有联系 那么我们就把那个酒店周边的 在酒店周边 拉客的一些面滴 司机 做了一个排查 这个 我们几乎是 挨个的排查 一个个的问 安建的事件 仿佛一瞬间被解开 与罗慧有过联系的面滴司机 很快也被找到 司机反映说 罗慧当天十点多钟 打电话给他 约他送两个亲戚回汉船 对那天的情景 面滴司机 印象极为深刻 过来我电话来了 电话来了 直接开着询问 翻点大门口 然后你看他跟两个男的 从那个大厅 拉着两个箱子 出来了 下来的时候 两个男的 一个人盯着一个大箱子 他感觉他盯的东西很重 所以他准备上去帮忙 一起来搬那个箱子 结果那两个男人 把他很谨慎地 把他避开 而且这个一路上 罗慧跟那两个男人的 神情都比较紧张 所以他一直感觉了 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圣的话 毛骨悚然 2010年6月1日 专案民警连续出击 将犯罪嫌疑人 罗慧 刘晓明 李光宏 三人抓获会让 四个月的反复接触 已经让民警 对审讯工作 做好来充分的准备 案发之前 和他没有接触 然后通过把他 抓到我们行政大队 通过对他的审讯以后 觉得他这个女人的话 很不简单 心理素质很好 犯罪嫌疑人的长期 是在这个 躲步场所里面的 混迹于这些躲步场所 所以在这个 人际关系 面上的一些交流 是吧 很老道 很老道 再加上 他从事犯罪之前的话 他的这个策划 很周强 经过将近一天一夜的 对峙与较量 在警方出事的 各种证据面前 罗慧的心理防线 终于崩溃 他交代了 绑架杀害 廖爱珍的犯罪事实 因廖爱珍 多次向罗慧 催还一万元的借款 并在公共场合和家中 指责自己不讲信誉 人品不好 罗慧因此心生怨恨 2010年1月 罗慧约干弟弟刘晓明 和李光红二人 密谋绑架 刘爱珍 削诈钱财 1月26日 罗慧用匿名购买的电话卡 给刘爱珍打电话 以还钱为由 将其约到 巡礼门一饭店 事先开好的房间内 加以控制 罗慧随即返回 廖太婆家中 偷走了自己的欠款单 但被控制住的廖爱珍 拼命反抗 在尸打中 廖爱珍窒息而死 罗慧等人 只得将廖爱珍的尸体 装在事先准备好的箱子内 租车 连夜运至湖北省仙桃市 以偏僻村落的空地 挖坑掩埋 失踪了四个多月的廖太婆 终于有了一个令人心酸的下落 我说你还想办法把这个钱给他 我没必要 我这六十多人 何必跟他每回为这个事情闹得就都不可开交 罗慧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个聪明人 我真的压根没想到是他 他划不来 他是一个理性的人 我怎么会做这个事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别人接线你的 你即使得他有我丑的话 有我恨的话 你不该是把个人 昔日热闹而充满温情的气派事 因为这场变故 倒就成了让人无法追忆和触碰的伤心往事 他的初都是做好事 是想帮忙 其实到了最后的时候 是不是有些说话 言行 处理问题的方式 方法不得到 那么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后悔 怎么不后悔 肯定后悔了 如果说我在外面 要是多为别想一点 心酸稍微放宽一点 想得跟头彩的 这种事情肯定是不会发生的 罗慧离婚后 一直和老母亲住在一起 独立抚养自己的儿子 这一年 儿子刚满18岁 正处在人生的关键时刻 罗慧出世后 儿子原本设计好的未来之路 突然发生了逆断 在看守所中 罗慧最挂念的 就是家里的一老一小 正得看守所同意 记者将孩子写的信 和老母亲的视频 带给了罗慧 罗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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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第二次留言的 第一回我病人跟我大声的 不管人进来了 十四日儿了 还让我妈妈吵醒 还让我妈妈为我奔波 这个照得承担生活的压力 人体这不是我这个 这不是我这个年龄 难以应该走起来的事情要不得 我这妈 Earn ω养我妈妈 健健康康地 保重身体 小我的骨子在金河的楼上 不管周末事情多想孩子多靠的孩子 要多抖的血 不要像我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接待关系 很简单的接待关系 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处理好 所以最后就是到这里几个家庭 到这里四个家庭 四个家庭的治理破碎 留给我们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 一段原本温暖亲密的友情 竟然演变成这样的结局 一次姐妹之间慷慨相助的行为 竟然酿造出这样的苦苦 风珠残年的王老先生 失去了相依为命的老伴 完整和美的三代同堂 失去了承担重担的人 而这样的悲剧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相互之间能够多一些宽容和理解 多一些理智和沟通 也许一切都可以回到原点 他们仍旧是亲如姐妹的一家人